27日上午9点20分左右,消防救援人员在技术族指定的重点区域深度搜寻,人工挖掘出以橙色圆柱状物体。 经现场勘察的民航事故调查人员确认为飞行数据记录器的存储单元。 发现位置在据主要撞击点移动约40米的坡面,地表下深度约1.5米处。 经检查,记录器其他部分损毁严重,数据存储单元外观较为完好。 目前,该记录器存储单元部分已送往专业实验室进行一码工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